DVBS今日快訊要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帶您看到是這澎湖的漁船竟然會被中國海警帶走 不但是長行登檢甚至還被押回了中國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 其實昨天晚上澎湖機的漁船也就是大晉滿88號 原本是在金門外還捕撈小管 但沒想到是被中國的海警強行帶回福建的圍頭港 而當時船上其實有包含一名台灣籍的紅系船長 還有五名的外籍移工全部都被帶去了中國 但是像過去大晉滿88號其實都是在夏天捕小管 冬天捕土托魚 這回怎麼會突然發生這種事情呢 其實有漁民認為這恐怕就是因為近期的兩岸關係比較敏感 是要對賴清德總統的一種抱負 而當下其實被帶走的時候 也有趕緊通報海巡 海巡是說它被登檢的距離大概是距離大陸進江是11.2海里 而且也是大陸伏計的休於期間 接續也會由陸委會和漁業署的警管道來協助處理 來看後續到底該怎麼辦 好 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漁船被帶走之後 我們今天早上也要緊急的來召開記者會來說明 因為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海巡是有接貨報案的 而且我們也有派出海巡艇來救援 只是在距離船1.6里處就被大陸的海警船給阻攔 當下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在1.6里處的時候就有三艘的中國海警來阻攔 而且我們有跟對方說希望它可以立即的釋放漁船 只是對方回嗆說叫我們不要干擾 甚至接續還有四艘的中國海警船也跟著集結 為了避免整體的衝突再向生 所以我們只好停止警追 而海巡署也會在今天上午的10點來召開記者會 來探討到底這過程是發生什麼事情 而接續又該怎麼處理 接續也是跟大陸比較有關的 就是這共諜戰出現在歐洲了 而且在挪威甚至還經爆出了共諜案 根據中央社還有自由時報的暴動 其實挪威警察的安全處是逮捕了一名 涉嫌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挪威男子 而這名男子是從中國返回奧斯陸機場的時候 就被拘留四周 挪威警察也說其實這名男子 從事涉及國家機密的重大情報活動 而且現在這個時機點其實也非常敏感 因為發生在挪威政府取消出售北極戰略藥地 斯瓦巴群島的私人土地的計劃期間 所以為了要避免中國勢力入侵 其實挪威的警方是非常謹慎的來對待 除了剛剛有說其實它涉及重大的情報活動之外 他們目前也還在積極的調查 也強調因為目前還在處於搜證的敏感階段 所以接續有更多內容還會在對外說明 接續要看到的是國內的消息 既然有人是為了撬掉五天的教招 他最後被判刑了三個月 而且可以一顆罰金9萬元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根據ET Today的報導 這名男子是來自南投縣23歲的蘇信男子 當時他就是撬掉了這五天的教招 原本應該要在2023年的7月10號報導 但是他就是故意必不參加 事後也被這個南投的後備指揮部依法起訴了 法院是按照這個妨害兵役制罪條例 是判處他有期徒刑三個月 而且可以一顆罰金9萬元 不過法官也強調 其實也考量他犯刑還有家庭的經歷狀況 所以全案還是可以上訴 最後要帶您回到這個國外的焦點 在印度是發生了非常嚴重的踩塌意外 而且已經造成了116人死亡 怎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呢 其實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就在印度北方的巴哈特拉斯縣 其實舉行一個印度教宗的集會 警方就說 其實當下的這個集會人數已經超過許可 所以在最後信徒要散場的時候 湧向獎台才會引發混亂造成多人死亡 而現在呢當局也宣布 會應對每位死者家屬提供 20萬魯比的慰問金 而且針對每位想者 也會提供5萬魯比的醫療補助金 交還給主播舒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